今年度包括了寿风、瑞税和光复乡公所应该契约厂商内部的问题 使得规划批建的部落会所工程计划作业延宕 让乡镇公所承办科室傻眼 除了解约,光复乡公所包括了马佛和乡草厂两件聚会所批建的计划 乡公所也正积极地另外寻找设计师来补救 并且重新和地方民众召开说明会 希望能够尽快解决问题 因为配合契约厂商设计师丹吾使得规划推动的部落聚会所批建案也因此延宕 年都过了一大半还出这个包 乡公所除了是傻眼猫咪也没时间抱怨 与厂商解约的同时也积极另立其他设计师来挽救 光复乡公所向圆明会争取获得支持 年初就规划披建马佛与乡草厂两个部落聚会所 不料却被设计师丹吾现在归零补救 并且赶在今天完成马佛与乡草厂两个部落的说明会 我们一直在准备 因为前一个建筑师的耽误 所以我们一直在担忧 我们现在重新招标新的建筑师 积极的来说明来规划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马佛说明会 把整个结构把样式空间定下来 希望我们是在香草厂来说明 希望好的开始 尽快把这个机会有盖好 据了解除了光复乡 包括受风瑞税香公所 也因同一契约厂商内部问题 严重影响部落聚会所设计工程的推动 香公所除了解约处置 也积极寻找补救方法并重新推动执行 光复香公所重新设计规划并完成说明会后 希望能够赶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罚报作业 尽全力来力往狂澜 记者是越南光复采访报道